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王一博拍戏片场头上长草 埋态又好笑 没想到他是个喜剧人 长空之王的拍摄花絮 王一博在片场原来这么好玩 头上长草 满脸灰头土脸 这个样子的他 看起来像去劳动改造了一般 自从转型演员后 王一博给我们的感觉 就发生了180度改变 曾经的裤盖没了 精致的爱豆妆容也没了 反而反扑归真了 更加自然态 灰头土脸坐在马车上 融于西北黄土中 农民风土化的调性 王一博呈现的淋漓尽致 原来说好的高贵雅致呢 没了 原来他的可塑性真的挺强 不知道为何 反而很喜欢这样的王一博 更接地气 更符合他的真实与自然的状态 这次《长空之王》放出了其中的一段花絮 王一博拍摄过程中 貌似是从战机上跳下来 被拖拽着 浑身受伤后 队友帮他整理的一段戏 其中金镜帮他整理头上的杂草 顺手摘了一个不知什么东西的草 在导演喊卡后 没想到金镜又打算给放回头上 这个时候的王一博 饱里饱气的一脸无奈 赶紧制止了 面带声无可恋地微笑着说 你能给我吗 拿到这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草 放在手里 看了好久 估计自己也在想 这是什么不明草种 自己研究了大半天 最后呢 为了拍摄 不得已 又自己放回了头发上 不知道为何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有种莫名的想笑 看到他的脸 配合他的表情 总是给人一种埋态中 自带幽默感 不知道为何 这种题材的作品 是严肃认真的 拍摄过程中 没想到剧组这么欢乐 可能是为了降低一份紧张的氛围吧 剧组原来很喜欢王一博 我们是看得出来的 总会放出这种激动 带着点幽默感的花絮 真是很懂得拿捏大众的心理 王一博很多的花絮中 我们都看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看到真机后的反应 感觉像土拨鼠 抬头挺胸 点起脚 嗯起头 快让我瞧瞧 那股兴奋 那种自豪 都在表情中呈现 体验旋转机 前一秒哼唱着 感觉自己像蜘蛛侠 下一秒 强忍着体验是飞原的高强度训练 从旋转机下来后 走路腿都软了 站立后 忍不住都要吐了 不知道为何 我们对于王一博的认识 从拍戏后 就已经改观了 不觉得他是那么高冷的男生 反而是一个年轻人 该有的活力跟真实 其实 他是活泼好动的 可可爱爱的 很踏实 很本分 更接地气 跟我们无异 不知道为何 看了王一博片场的样子 感觉他的可塑性很强 不过是被有些角色给限定了 毕竟他爆火的蓝望机 那股清冷高贵的气质 给人的印象深入人心 可是随着王一博的 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上映后 我们会发现多角度的他 说不定他更适合喜剧呢 感觉他的搞笑方式 会别具一格 你说呢 《长空之王》是王一博作为主演的作品 这次终于不用被吐槽了吧 这可是主流作品 选择王一博挑大梁 是对这个年轻人的肯定 值得我们走进电影院观看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